有一种树 开花结果没人爱 地下树根却有很多人爱吃 它的特点是分之多且巨大 长相酷似红薯 味道也差不多 但是千万要小心 它是有毒的 不能直接吃 它就是木鼠 木鼠与干鼠 马铃鼠并称为世界三大鼠类 是热带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粮食作物 非洲大陆的人们都把它当作主食 非洲的气候环境 特别适合木鼠的生长 是当地主要农作物 也成为非洲人重要的主食 易种植 饱腹感强 粗纤维多 很受当地人欢迎 不过生木鼠表皮含有一种神经毒素 禽干类化学物质 食用后会在体内产生禽化物 引起中毒 安全的使用方法是去皮并浸泡三到五天 然后蒸着吃 煮着吃 炸着吃 随便你 木鼠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非洲地区常见的制作方法就是加工成木鼠泉粉 木鼠淀粉或者Gary 它们的加工工艺不太一样 一 木鼠全粉是去皮 粉碎 烘干后形成的物料 二 木鼠淀粉是经过清洗 去皮 粉碎过滤 脱水 烘干后提取出的干净淀粉 三 Gary是非洲人很爱吃的一种粉状美食 经过去皮 粉碎压榨炒之后就能吃了 便宜美味还能果腹 木鼠的应用范围其实比较广泛 奶茶珍珠 饮料 零食 糖果糕点里都有它的存在 你还知道有哪些用途吗 就算了这种方式可能发展 外务之分 柱 的话 不吝点 这种方式可能会来 先来